就在地震发生的数秒钟之后 50多层楼高的吊车从天而降 吊车屁穿过10楼高的天窗玻璃 砸毁好几座货归物 当场起火燃烧 被塔吊机具硬生倒塌 不但造成一名驾驶工人当场死亡 同时也压死了在车内等待红绿灯的民众 塔吊机倒塌时触目惊心的场面 一度围挤到路过以及逛街的民众 心动突然的一场强震 吓得聚集在商店内的民众 惊声尖叫 有位 突然间每个人脸色金光 大含地震 这一阵主持人真的跟头正向 还把作用话说成了作案 大吕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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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吗 说有一股 神经的力量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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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他就是一个跑得比较慢的黄老师 躲在那个座位的地上 空间事实在的画面 看处 31号下午2点52分13秒左右 原本还在东区一家百货公司 悠闲逛街的民众 突然感受到一阵剧烈摇晃 921大地震梦也再度涌现 惊慌失措的民众纷纷往外逃生 大家索性平安无事 不过百货公司外墙瓷砖严重剥落 还好没有砸伤疏散的群众 大火聚集在旁边 有宝宝 所以他是一个孕妇 赶快蹲下来保护他的宝宝 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惊险的一个画面 就在摄影棚里面 还是稍微探头来 我看一下 了解一下当时地震的一个状况 不过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在刚刚的地震可以说是也相当的严重 而其实呢 甚至在921地震发生的时候 在我们民事的摄影棚里面 都还算是OK的 就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 比如说他这一次甚至很多的那个 在这一次 是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